23日,法国工会再次在全国发起罢工行动,抗议政府提高最低退休年龄。在巴黎数千名民众走上街头游行罢工,游行路线从巴黎歌剧院延伸到巴黎证券交易所。此外,巴黎最吸引人的景点之一,奥尔赛博物馆员工也参与了此次罢工行动,导致奥尔赛博物馆被迫关闭,一百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滞留门外。